二台午餐会今天要连线到马来西亚 不过这个画面不是大家所熟悉的吉隆坡 或是槟城马六甲 而是东马的沙巴 相对于西马来说 它是比较落后淳朴 这里被誉为风夏之乡 因为有一座东南亚最高山峰庇佑者 在这一块土地上看到了 也有慈禧人的行善足迹 立刻透过连线请吉隆坡主播林毅 带我们去了解当地慈禧人付出的感动故事 英毅好 家政好 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英毅 这里是马来西亚吉隆坡现场 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慈禧之宫 在东马沙巴的慈善足迹 亚币市以南的比达丹县 发生了一起活景 慈禧户村民顿时失去家园 灾后压壁慈禧之宫即可给予关怀 并给予祝福金 墓房子原貌已不复建 屋顶芯片处处可见 横梁及柱子被烧成焦黑 沙巴比达丹县的东北村发生火灾 17户村民痛失家园 火势猛烈 村民迅速逃生 才避免酿伤网事故 刺激志工接获消息 立即动员前往关心及造册 火势猛烈 完成造册后 志工第二天马上准备发放 提供及时援助 除了发放祝福金 现场也宣导主统岁月及退速 让爱的种子播种在村民的生活 除了意外灾害 病苦也会让人耗尽家当 陷入困境 沙巴第二大城市 山达根 有一名无国籍人士 盈然 被诊断出 罹患大肠癌第三期 家人拿出多年的积蓄 在而亲友借款 支付手术费 庞大的医药费 压垮了这家人 幸好 盈然的阿姨 联系了山达根 刺激职工 在母亲的窗扶下 盈然终于抵达家门 盈然前后动了三次手术 留院观察一个月 与家人至少离多 28岁的盈然是五国籍人士 在沙巴士鼻丹县工作时 因失眠及胃口欠佳 经过诊断发现 罹患大肠癌第三期 庞大的手术费耗尽积蓄 盈然家人向慈祭寻求协助 手术后的盈然身体虚弱 只能吃留置的食物 出院后只跟家人相处 短短20天 盈然因病情恶化 离开人间 刺激援助三脏肺 盈然在生前 志工无私陪伴 这份情阿姨全看在眼中 不仅每月自己交善款 阿姨还在短短一个月 成功招募到167会员 并带动一起做环保 我吶和我和我一群、拼命和我,奸和我一群的朋友 自己在一群層層的片段的人 每一群層層層的群層層一っていう 以为我们能够把这个照片笔的群層的群層層的图片 我是我强了这一点 因为我强了不强了一些人的群層 那你会 không太大,どう不强了不是 为什么所以你交给了森林層層的群層 我幫助了不强了,我拯救了 村民发挥富助精神 点滴关怀 让爱蔓延 大约新闻 珍珊美之工 黄守芬 马来西亚报导 尹然不幸因病而离开 留下年幼的孩子和妻子 处境让人心疼 索性村民的善念被启发 相信大家对尹然的家人 的眷顾和关爱 必定延续下去 好的 把时间交还给家蓁 好 看到的是一个家的无偿 但同样也是爱心的延续 看到刚刚尤其是 这位患者的母亲掉下泪水 其实很受冲启 因为背后就是 一个沉重的负担 而在患者过世之后 看到阿姨 她是把爱心承接起来 不仅是募到了 好多的词级会员 也带动了好多人 一起来落实做环保 新闻的则数 一则新闻很短 但是我想这是一个 长期关怀的故事 再请音音告诉我们 更多的细节好吗 音音 好的 佳生 其实瓷祭在山达根 是长期援助 五国籍居民的 慈善者足迹 已经烙印在当地居民的心中 就在尹然第二次手术费 需要马币25000元的时候 家人已经在掏不出任何的钱了 所以尹然的阿姨在这时就想到 其实山达根有这个瓷祭 那她亲自去拜访 这个山达根的瓷祭志工 那瓷祭除了补助大部分的手术费 还带了医生去往诊 去为尹然来做这个诊断 那外婆平时靠着这个减资源为生的 就在尹然离开以后 外婆就把这个减十道的资源 捐给慈祭 那阿姨也把这样子的好人好事 分享出去带动更多的邻居 促成了这个美善的足迹 好的 佳蓁 好 手术费2万多 换算台币大概要有十几万 的确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而在做完了圆满了这个后事之后 其实全家人 即使是家里也是很贫困的 但也懂得翻转手心来付出 也是因为聚工长期的在帮助 在关怀这一群无国籍的人士 也谢谢音音带来这么感人的故事 这份爱相信还会再持续下去